北京时间8月7日 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滑艇500米决赛中 中国组合孙孟雅 其实小夺得冠军 为中国代表队摘得第37金 批驳展浪勇往直前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这枚金牌非常关键 甚至有可能是压倒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的夺金项目越来越均衡了 这背后是国家对体育事业的大力投入 更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 水中飘彩虹 四件穿苍穹 中华好儿女 当属娘子军 点播关注 为中国奥运进而加油